葫芦博士只会听出来 第二十四集 陆遇强盗 上一回咱们说到唐僧和姓刘的猎户正要分手 唐僧非常担心在一路上会碰到狼虫虎豹和凶狠的强盗 就想让刘猎户继续陪自己走一段 可是这个猎户他就只能走到这了 因为再过去就不是唐朝的疆界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山下有人喊师父 再去一看原来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在喊唐僧师父 唐僧就很奇怪的说 你为什么要喊我师父呢 孙悟空说 我呀已经等你等了五百年了师父 唐僧赶忙问 这话怎么说呀 孙悟空就说 我以前大闹过天宫 犯下过罪错 被如来佛祖压在这个五行山下五百年 前一段时间啊 观世音菩萨经过这里 他对我说呀 如果有一个取经人经过这儿 你就给他当徒弟 一路保护他到西天取经 这样的话 你不但能够免去以前的罪责 而且能够修成正果 唐僧一听啊 是观音菩萨安排的 非常的高兴 啊 这是好事啊 你有这样的本领保护我去西天 那真是太好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现在手头没有斧子 也没有凿子 我怎么能够把你从这座山底下给救出来呢 悟空听了哈哈大小说 师父不用斧子 不用凿子 就麻烦你呀 到山顶上去 那里有如来佛祖写下的一张法贴 就是那张金光闪闪的写着字的纸 你呢 对着他一念经 那法贴就能够离开这座山 当这法贴一掉的时候呀